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部名为《虚言》的小短剧呢? 这部小短剧一上线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夸奖 演员颜值演技双在线,剧情流畅,制作精良 都成为了网友们夸赞这部剧的理由 今天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部剧的男二宁王到底喜欢的是谁 看过剧小伙伴们都知道 真沈沁和宁王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 而且在沈沁定下婚约之前,他就已经和宁王在一起了,还怀孕了 也因此沈沁并不想嫁给肖寒生,所以威胁石漆和石漆换脸 石漆变成了沈沁嫁给了肖寒生 而沈沁则用石漆的身份在宁王身边当一个宠鸡 但是宁王并不知道两个人已经互换了身份 而且面对着变了一个人一样的沈沁 他也做出了越来越多关心沈沁的举动 这也让大家好奇,宁王到底喜不喜欢沈沁呢 还是说他喜欢的只是沈沁那张脸 其实从最开始来看,宁王能让沈沁嫁给肖寒生 让沈沁帮他笼络肖寒生来看,宁王绝对就是一个渣男 但凡他真的爱护沈沁,就说不出这种话 更何况,沈沁都告诉他,他怀孕了 但是宁王也是不相信,根本没有把沈沁的话放在心上 但是说他一点都不在意沈沁,其实也不是 在听到沈沁那个笨蛋哥哥找人杀了沈沁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生气 在他的印象里,他虽然让沈沁嫁给肖寒生 但是他一直认为沈沁是他的人,别人不能动沈沁 所以说,宁王对沈沁是有战有欲的 而接下来,沈沁的几次举动也让宁王慢慢动摇起来 本来以为痴心自己的人却喜欢上了别人 宁王自己也说感觉到非常挫败 但即使如此,宁王还是捡回来了石漆手腕上的珠子 在知道刺客伤了石漆,石漆可能危在旦夕的时候 他慌张得无以伦比 不用别人说,大家也能感觉出来,宁王是非常在意沈沁这个人的 但其实宁王和石漆根本就没有几次交流 就凭这几次,他能喜欢上石漆,这也很奇怪 所以说宁王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以为石漆是沈沁 他一直以来在意的都是沈沁,而不是石漆 不过石漆对他的抗拒提醒了他,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思 因为感觉到可能要失去了,所以才发现自己对沈沁的在意 这从真沈沁试探他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该被感情牵制 但是还是不断地关心沈沁,足以让大家明白宁王是真的明白自己喜欢上了沈沁 不过从这里大家也能发现另外一种可能 肖寒生对沈沁那么陌生,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现他的身份存疑 宁王这个和沈沁从小一起长大的,会认不清真的沈沁 只不过,如果宁王真的对沈沁提下的石漆动心 大家会觉得这种发展比较俗套 他这样的渣男还是和沈沁这样的恶女绑定吧 两个人还是很相配的 而且从片花和路透来看 最后宁王确实是和真沈沁死在了一起 就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具体的结局如何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宁王喜欢的是沈沁还是石漆呢 是沈沁的 你会想和他一样 福音说 他在宁王确实际上 我可以摆余